哈喽,我是小叮当 眼前这个大块头就是今天要玩的 这是我的手机,你们看它有多大 今天就来挑战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五万颗珠子和泥分离 你们的评论还真是五花八门啊 我选了两个方法 先来第一个 有些泥水把泥变硬 这么大一块的泥干脚不太行啊 珠子并没有下来很多 再换第二个方法 揪一块下来 这样不断的拉扯 嘿嘿,果真可以哦 没扯几下你就变白了不少 桌子上也都是掉落的珠子 再来一块 我的妈呀 鱼缸珠噼里啪啦的声音像鞭炮一样 这一块没扯几下也差不多了 最后一块 上次的一万颗我用了四天才扣完 还以为这次五万颗珠子 我要用半个月才能都扣出来 没想到这个方法真是太棒了 一共才用了半个小时 就是这满桌和满地的珠子 嗯,我要赶快收拾一下 不然就是妈剑打现场了 好啦,下期见,拜拜 用了近十万颗做的泡沫球泥 不能这么浪费呀 把它们全部放在这个盒子里 安静的去晒几天太阳 看看能不能变成一个泡沫冰山泥 你们几个在这晒太阳晒的可好啊 有没有变身冰山泥 诶,真的可以耶 泡沫冰山泥开戳 耳机挡注意哦 最后一个 哇,能想到做这个泡沫球也这么过瘾 被太阳晒了几天 上面的泡沫球是成冰山了 但是下面的泥已经化成水 哎,委屈你啦,大兄弟 好啦,连续抽了三个泡沫冰山泥 有没有给你们解压呢 我又要挑战冰山写名字啦 想要把名字写在冰山上的小可爱 快去评论区留言吧 这次我会抓一百个小可爱 评论区等你们,下期见,拜拜 哈喽,我是小叮当 你们催了好久的烟雨楼今天安排上 真不是我不玩的呀 它长得黑不留球的样子 实在让我提不起好感 包装好特别呀 竟然是玻璃的 而且跟图片的差别有点大呀 拆开看看 哇,打开好香啊 金光闪闪的感觉 好像银河 这样看像不像乌云压顶 看一下手盖 戳起来没啥声音 都挖出来 这个被这么深不太好挖呀 OMG戳起来也太清脆了吧 而且一点都不联手 拉伸性特别好 超级柔软 棋炮呢 应该绝对没问题 这个泥好软呀 但是一点都不联手 大套声很响哦 但是没几几下 颜色就变强了这么多 OMG抓不起来了 对比一下 不止十倍吧 我只起了不到五分钟呀 居然能把它变成最无霸 棋炮毒手完全可以试试 真的特别容易起 好了 最后来公布它的价格 是北北家的烟雨楼 价格是26块9 足足有350毫升的 你们觉得值吗 哈喽 我是小叮当 今天又做了一个96公格泥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啥玄机 大叔说我太自恋了 把自己的名字做成泥 你们说我要不要加法伺候 第一个字出来了 没想到随机做的泥手感还不错 再来第二个字 现在能看得清楚了吧 再来揪蓝色的字体部分 我想说这样两个一起揪出泥的瞬间也是超级超级减压 先来一波异常满足 目测蓝色的比较多 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混出一块蓝色的泥 好吧 看样子是我想多了 红色泥真的有点强大 不过炸炮生奶似 手感也解压 红色就红色吧 两次起泡后就变大了不少 但是我好像没玩过瘾 下次试一试更多格子的 好啦 下期见 拜拜 哈喽 我是小叮当 是哪个小可爱说 昨天的混泥不过瘾 今天我带着50瓶散粉又来了 不帮你们解压那行 目测 这个碗有点小 50瓶也不够装呀 还是换个大的吧 这样沉在碗底超美丽有没有 你们先听音乐 我把所有散粉都倒出来 惊喜在后面哦 铺了一层又一层 总算把这些散粉都倒出来了 如此美腻 还真是不忍心对它下手呀 有没有发现碗底其实更好看 完全混合后 戳起来的手感也是相当奶酥 起泡也完全没问题 拉伸了几次 起泡就这么大 不错不错 第二次起泡后 屏幕已经要装不下了 好啦 今天来说说你们的期中考结束了吗 下期见 拜拜 哈喽我是小叮当 几个月前混了一万颗珠子 有小凯说不够过瘾 今天我带着五万颗又来了 这里是84包鱼缸珠 每包平均有600颗 看得更清楚只能用这个鱼缸了 先来一包我最爱的紫色 黄色 咸 这个东西 我把鱼缸交给了一项 Oh my god 眼睛都快被闪瞎了 直接上偷胎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先抓一抓 这也太好看了吧 好像无数颗琉璃一样 赶脚泥不太够了 还有好多珠子没有混合 继续加 这三块刚做好的偷胎还没有消泡 不过不影响混泥 实在挖不动了 还是换到范范的泳池里吧 你们总问我范范是谁 就是这个小可爱呀 感觉泥还是不够 再加两块 我的妈呀 总算混好了 麒麟币已经出来了 好了 今天的每日疑问是 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把珠子和泥分离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拜拜 拜拜 拜拜